但是啊中国大陆的这个造船啊 真的是越来越强 不只是自己国内够用 外销也OK 舰长你怎么看呢 船沙特富豪 这个就比较实际了 来要买18艘中国的驱逐舰 CP值很高啊 有一些这个网友就说啊 哎呀连这个东风41都买了 买这个军舰不意外啊 他其实沙尔地阿拉伯 我想买这种比较大型的战舰 在2015年的时候 落马 美国落马公司 就曾经报价了四艘 它是3600吨 就是比我们成功舰还小 跟我们的大概康定级舰差不多 然后它战斗系统是旧式的 不是神盾的 那它当时报价多少钱呢 你绝对无法相信的 60亿美金 一艘15亿美金 你去乘乘看那个乘上30 那一艘要多少钱 那是一个天价 那我后来我仔细查 怎么会这么贵呢 其实它包含了很多的 一些的整个的合约 还有飞机啊 炮弹啊什么什么 加起来这样 但是还是太贵了 像沙尔地阿拉伯 这么有钱的国家都 对不起拒绝 因为你实在太贵了 然后他们又 经过一下讨论 到了2018年的时候 他又报了一次 四艘 那可能删掉一些其他东西 报了20亿 就比原来大概是三分之一的这样子 然后他就买了 买了千了 现在第一艘还在建造 预据今年底交船 意思说他这四艘老旧的 像我们比我们成功舰当的要先进 因为毕竟是先进的战斗 那个电子装备 但是他就不是神盾 一艘大概是150亿台币 那也真的是很贵的 那不跟福特一样了 对吧 非常的贵 好 这个东西说完 接着你看中国大陆 他要去跟他去买的 洞乌两滴神盾舰 全世界大概只有洞乌 比他更厉害 你知道他多少吨位 7000吨 哇 那是很大的 这是很好的船 如果我们能够买到这个船 我们不要自己去研发了 直接去买个八艘 十艘就非常够用 我们可不可以用九二共识去买一艘 真的 反而将来你回收也 你想想看 他这是一个多么 就是锈钩大碗 他CP值锈钩 中国所有东西几乎都是这样的 那他去买 我完全不意外 那这个东西要去跟 美国的那个是差很多 但美国那他已经买了 四艘 那我不知道他签这个是多少钱 如果他一艘卖20亿美金 是合理的 10亿美金算便宜的一艘 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很贵啊 就是如果这一艘是300亿台币 算是便宜的 好 那接下来呢 张俊可不可以帮我们补充一下 东风到底有多强 东风导弹有多强呢 因为这个兰德智库说 一旦中国发射了东风导弹 美军是没有办法做出任何反应的 对 因为东风导弹它的弹道 你美国的拦截率啊 跟它东风撒出来的子弹头啊 就是它一个弹头里面包含 好几个分出来的小弹头啊 那一下子关倒所有基地都可以摧毁了 而且你就算拦截好了 人家东风不会说只打一发啊 你叫骑射 来个十几发或者二十几发的饱和攻击 左边拦到了 右边没有拦到 你只要一个没有拦到 关岛不大啊 可是关岛上面美国基地很多 官兵很多 这个你目标太集中的时候 是一个缺点你知道吗 我们打仗的时候要讲究散开 要散开 你通通抱在一块的话 就一次消灭了 所以关岛的危机不止广东风啊 你有多大的爆炸力 而是关岛是过度集中美军的 陆海空基地都在那边 船也在那边 潜舰也在那边 空军也在那边 所以这个它所谓的不可承受之重啊 关中大概不是广看到飞弹的爆炸力 而是你没有办法疏散 没有办法疏散 就跟我们台湾 我一直反对打城镇作战 道理就是这样 你台北是往哪里疏散 这么大的目标 一样的道理 所以东风并不见得比 世界任何各款的飞弹厉害 但是你目标本身的局限性 造成东风可以在这边形成 很大的威胁 所以大家了解 威胁是怎么产生的 不一定是飞弹本身 俄国也有大的飞弹 美国也有大的飞弹 问题就是说你目标去 就跟现在刚刚前面你讲的 中东铁路要开发新疆 因为大陆东南沿海是它精华区 它不能老是 精华区也容易受损 它在西北西南是不是要建 所以这个都是大战略里面要看的 不是说只拉拢中东几个小国家 新疆现在西藏中国大陆投资很多 对不对 连农产品都能够 全世界的番茄 每五瓶是番茄酱 有一瓶是新疆的 对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你要看 要看大局 为什么会这样子 单独挑一个来讲 对不对 没错 有一页账目的关系 谢谢赛将军 好 接下来我们带大家来看 真实版的 美国的说一套做一套 来咯 拜登最近又干嘛呢 嘴巴上说想跟习主席谈 但实际上呢拜登计划在G7前后 他要签一道行政命令又来了 严格限制美气对中国部分高科产 高科技产业的投资 其中包含了AI半导体还有量子技术 可能全面下投资禁令 为什么呢 我们常常在讲 凡是被美国点名要尽的 就是中国的发展特别的快 你看到这个曲线图 直接都是往上的 IDC中国发表呢 中国的AI市场支出的规模 2023年可以达到147.5亿美元 这已经是全球规模的十分之一 预估到了2026年会达到264.4亿美元 蔡委员 中国未来的AI市场规模的很大 但是这种更加高端的像 Chair的GPT 4.0 这样的一个市场 我也有几句话要说 第一个大家看到 美国在这个Chair的GDP的技术上 是领先的 是领先的 但两个问题就出来了 因为他也花了很多钱 投了很多人 然后像Google就没有抢得这个先机 Microsoft抢到了 那不只是Google 还有很多其他的公司也都输了 但是Google领先了 那我看了他那个投资跟用的人员 我就有很大的感慨 我说第一个 Microsoft花的那个钱 阿里巴巴花不起吗 花得起啊 腾讯花得起吗 也花得起啊 那我就问一个 中国在这方面的 这个开发的投资金额 为什么没有投下去更大的金额 来追赶这个技术 有 但是金额上 比人家落后很多 你阿里巴巴或者其他的 宁可去搞那个什么 蚂蚁籍金服啊 你去赚那种农赚一赚的钱 但这种艰苦的工作 人家比有盖茲有眼光 输了再砸 输了再砸 一直砸到他第一名 要钱也要联合 第二个我看了那个另外一个 那他们的报告 我看了也很感慨 各位知不知道 在里面 他所谓的AI的研发工程师里面 那个大学部 大学 我讲念大学 你知道吗 研究所大部分都在美国毕业了 大学部在哪里念毕业的 哪一个国家最多 中国 你下载中天新闻网APP了吗 我想和你分享一个 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很重要的理由 专家说美国要把台湾乌克兰化 用大陆打台湾来牵制大陆发展 这些丽媒不会告诉你中天会 如果你不要战争 要和平 你需要正确而且权威的国际资讯和情势分析 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和我们一起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就有多一分力量